接着是花联天祥国际统计会第39届 四届会长交接受证 以及优良干部的颁奖典礼现场 现任会长蔡文池圆满完成使命 并祝贺新任会长 带领花联天祥国际统计会继续服务社会 造福乡里 花联天祥国际统计会会员都是地方各界精英 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 深更地方展开服务工作 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成为生育卓著的国际公益社团 但对同计会的大家庭来说 没有改变的是 这是总会长带领之下 我们同计人将要完成 年度使命儿童题 点亮儿童未来 我们期许自己同计领航 载药辉广 持续在服务儿童和社区的 各项工作上尽心尽力 共同打造更好 更良善美好的台湾社会 人数非常荣幸能够成为天祥同计会的一份子 一路以来 一路以来受到会内的会兄 指导和教导 从诸位先进的研教和身教中学习 在历史的悠久的天祥同计会中 持续发扬总会 关怀儿童无缘佛接的服务社会宗旨 新任会长胡仁顺表示 同计会让世界看见台湾社会独特的包容 团结和慈悲 未来会晤更加蓬勃发展 并为更多的弱势族群服务 不仅让社会更好 同计会可以受到更多肯定 也让更多的正能量在花莲扩散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